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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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从我离开家 就再没回过头 整年轻的花 不下去坏酒 嘿 大家好 我是骑着很朦朦朦朦 今天成都天气还不错 这几天借了一台本田的CL500 溜达几天 趁着天气还不错 我们出去拍个Vlog 现在这箱油我跑了222公里了 显示是最后一格油 但是还没有亮灯 看到亮灯能跑到多少公里 CL500 应该骑过的车有不多 我觉得这台车还挺有意思的 轻松自在 这里又长了 溜达溜达 走走小路 再来车 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台500cc级的车 非常的灵活轻巧 因为它前面是19寸的轮毂 轮胎宽度是110 后面是17寸 150的宽度 就是它给你的感受 就有点ADV车型的感觉 但是它比ADV车型更加轻松一些 像我自己的CB500X也是和这个同平台嘛 然后前轮也是19寸 后轮17寸 轮胎规格也一样 前面110 后面我现在装的是150 原厂是160 就是说虽然CB500X 它已经感觉挺灵活了 但这个车没有像ADV车型 那么大一个包围 也没那么重 你走起这种相间小道就更轻松 现在我是三档 三档现在22公里的时速 你看三档直接走 现在19的速度 20的速度 这不用换了 这个低流我觉得还不错 走慢一点 不然的话水溅起来了 刹车也还是可以的 我们走一段这个小路吧 这个坐姿是很直立的 骑这个车就很轻松 看见那种有点飞扑转路 心里不那么发怵 因为这个坐高只有790 我170的身高落脚性还不错 所以跟你的压力没那么大 这个滑里巴路是比较滑的 慢一点 站立骑行也还好 没问题 都是比较干的 这个路应该是以前修这个高铁的时候工程道路 有没有车看一下 没车我们走这边吧 下面是高速 哇 动力在这个车型上我觉得表现还不错 然后震动也是ok的 没有觉得转速拉起来之后不舒服的感觉 我们现在是三档好吗 慢慢输入我们 过到一档 我们看震动表现吧 现在一档已经拉断油了 能跑到六四山 这个震动我觉得挺ok的 没问题 就是脚步的震动 手上的震动 而且油箱的给你的震动 都是能接受的 也不会说它能很正 我现在是三档 转速拉的是比较高的情况 但这个震动还是很ok的 这个震动我觉得表现是挺不错的 它就是你拉到断油的转速 都不会觉得它很正 正常的一个转速越来越来越来越了 震动就更小 习惯了ADV车型有大风档的车 骑这种没有风挡的车 风吹的有点不太习惯 虽然说这台发动机 和我那台CB500X也是一样的 471cc的双缸水冷发动机 但搭载在CL500上面 在这台发动机 它低流是提前了的 现在低流提前到了6000转 诶 这里还挺漂亮的 到新龙湖了 新龙湖这边感觉也发展起来了 以前很早过来的时候 新龙湖都还在哇 这个地方我是见证了它的发展的 现在湖周边都已经建了很多的写字楼啊 住宅啊这些 但主要是写字楼比较多 各种园区比较多 这个车我觉得日常骑特别舒服 你在市区通勤啊这些也轻松自展 它比街车是要轻松的 前轮19寸满了 前轮也不宽 所以转向呀 这也是非常轻松的 好了油表开始闪灯了 这箱油到闪灯跑了244公里 快开一加油站加个油看一下 这箱油的油耗是多少 仪表显示的平均油耗是每升25.8公里 它这个和我CB500X还不太一样 CB500X显示的油耗是多少升油每百公里 CL500显示的是一升油跑多少公里 向右前方吧 这是东山大大 我们去401和103厂去看一下 那两个工厂是以前三线建设的时候建的 现在都已经废弃了 一直都想去 它一直都没去 今天趁着骑CL500出来溜达 我去看看 去那里应该能找到很多人的回忆吧 现在这种八九十的巡航就特别舒服 轻松 我们来擦个车 现在是六达 骑CL500走这种小路是很舒服的 惬意 这个鱼塘 简正在这种有点小起伏的路上 走起来还挺舒服的 向左前方行驶 流棚方向 这边路变宽了 这个车我觉得让我比较喜欢了点嘛 就是拉高转 车辆就是给你的震动不大 就是你愿意去拉高转 哎呀我还没加油了我去 一会儿跑没油了就尴尬了 刚才应该在吉田家的 这种路上骑摩托车 是不是很舒服 灵活自在 过完也很顺 又到了一个村上 你看这个村修的还不错 哎呦这是要到了吗 哎这就是进入了401厂了吗 哦对对对 这是一个前的灯光球场 我们先钻一圈嘛 大环景先看一下 我们先往山上走 除了这个401厂之外 附近还有个103厂 我们把这个厂看了再去103厂看看 那以前的红装房 这以前的住宿区吧 感觉还挺整洁的哈 这地方往上来 感觉还挺阴森的 呀有条狗 中华田园犬吗 这还可以上去 狗哥你不会咬我吧 没路了 这下去 这是个斜坡 如果骑CB500X 我这样双脚这样倒就不行 因为不能着地 因为是斜面 骑这个车就可以了 14转 我们往这边再走一趟 这边是另外的区域了 这边感觉就出来了 哎呀 现在出门的时候 忘记带防蚊虫的喷雾了 上面蚊子挺多 这里有几户人家 这条死路 有一条狗狗 不要叫了 小心我打你 狗狗再见 虽然说你对我不礼貌 这是我们叫捞木杆丸 好多啊 你看 柚子 很多的柚子 哎 这是写的什么摸吗 还有些涂鸦 我们刚才上面是走过的 这下面是没走过的 有个人 他也是来玩的应该 这只狗应该是胎的 刚才这个狗 有点像什么柴犬还是啥 能不能下去 先下去再说吧 下面有住户 大爷你好 他这个路是不通的哈 不通 这没路了 掉头很轻松 大爷在找什么东西 好我们又继续上去 好了 这个方向我们就走完了 我们继续往山上走 找一个感觉比较好看的地方 刚才那个灯光球场 我觉得挺不错的 刚才是三档 也没换档就直接上了 灯光球场在下面 进去看看 我不知道这个备用油是多少哈 CB500它是2.7升的样子 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2.7升 现在已经跑了0.7升了 在这里离吉田镇不远 实在没有了 他一会去吉田镇先加了再来 下面有个大门是关起来的 这里就进不去了 这标语还看起来比较清晰 他也会觉得 可能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会这么的清晰 前几年吧 有摄制组在这里拍电影 重新粉刷了一下 看起来自家这些比较清晰 看见这些标语 是不是觉得有那种年代感的 是吧 走,我們再往上走,上面還有一條路 走 那裏是一隻貓咪嗎?又有貓又有狗 這裡還住了人 在籃球場 還住有人 繼續往上 電影消息 這應該是以前的電影院 這裡先鑽著 這裡還有一條路往上走 走 轉一轉 這裡還能上去 這邊還有些小路 先鑽著大路 這邊還有個檢查點 黃龍溪鎮,森林黃 這應該往前九子就出去了 我們掉頭吧 這裡還有人 去看看 大爺你好 我去上來鑽一下 這是你們的房子吧 好 它這裡以前數不數一長去呢? 不數一了 過了外面就啥了 你今天抓著弄紅色 準備做啥子呢? 賣烤紅色,找到我烤紅色色 飯進去,像你把儲存起來免得壞了 我賣這四十年都不來了 它這個廠是這邊附近的小地是401 嗯 這邊附近的小地是401 那邊的附近小地是103 飯後是那邊是鹿山林廠 這邊是4431 那大爺以前就在這嗎? 這個廠在建設的時候你就已經在了 我廠那的時候 圓那麼多出生出生的 我現在86了 這個廠應該是六十年來的 七零年 七零年來的 那個時候人還多啊 這邊廠裏面 整個人三千多年 年價值 看起這些建築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因為這種很多車路嘛 不廢去了哈,這裡還沒有車 它下面還有一個感覺 重新整了個廠嗎? 大門就是正式廠狂 在外面的家屬區也看不到 現在我們從那個燈光秋山山來 在外面其實是家屬區 真正的工廠還在大門裏面 我看到大門是關起來的 下面還有電影院 這裡有電影院 放電影院那個通知 附近老百姓 以前你們可以進去耍不來 夏日隨便走 從我不得進你 工廠裏面是不能進 你們雞央哪兒多啊 雞央哪兒多啊 雞央哪兒有幾十百八塊 哦呦,再去轉一兒 好走 我們又進去轉一轉 剛才去的大爺家裡哈 他們就住在那裡 以前工廠這外圍 還叫我們剛才走的這些 都是家屬區 大門鎖了的裡面才是工廠 這還是歷史建築 成都市歷史建築 大三線建設遺存401廠建築區 我們用了成都401信箱 俗稱401廠 現保存有新冠球廠 禮堂宿舍廠房 車庫生產區大門7處 是20世紀60年代 三線建設建築遺存 對於成都歷史建築 感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這個 成都歷史建築網站看看 這個網站比較直觀的 在地圖上 標註出了成都的歷史建築 能查看建築的相關信息 還有實拍的照片 可以根據建築類別 建築連帶行政區域進行查找 我會把網子放在評論區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這些很多建築 相對作為歷史的遺跡保留起來了 好多蚊子 我應該去吉田那邊 先加個油 再買一個繁蚊的噴霧再來吧 看的話受不了一停車 忘記了 我出門的時候都想著 要帶驅蚊水的 走吧我們先去吉田鎮上 去把油加了 還有驅蚊水買了 我們先出去 剛才和大爺聊天 在體諾一下 手好癢 所以大家出來騎車 特別這種戶外 這個季節一定要在驅蚊水 不然的話根本就沒法停下來 現在這箱油跑了264公里 我覺得像我騎的話 極限續航300公里 應該是沒啥問題 跑起來 不能跑起來 油跑乾了 加了油再跑吧 後面沒車 我們來試一下剎車 還是不錯的 現在閃燈之後 用了1.1升 哎 加油斷到了 現在用了1.2升了 看跑了多少公里 閃上油 272 九二加滿 還虧了一點點 好虧了 加了10.7升 還好 打擊人 打擊人的話 應該還好 可能停下來的時候會有個熱量 不會覺得坦 無論外邊的話 剛停下來都還ok 剛才加了10.7升的油 油箱的官方數據是12升 算一下 12升減去10點 加了10.7升 油箱裡面還有1.3升 10.7升的油 除以272 再乘一個100 3.93升每百公里 儀表上計算的油耗是 每升26.1公里 應該和我自己記錄的差不多 如果是我自己的車正常騎的話 應該比這個油耗可能還低一些 因為這段時間 我拉高端的時候還比較多 這下可以跑起來了 有油的就可以跑起來了 看這下有沒有 那麼因為滅 我就睡白了 對那小瓶的 待在外面方便些 喵喵 先噴一點 你看我這個都咬紅了 很爽的感覺 好現在我們又去士林腰廠 前面有台甲魚 好像和我拿個一樣銀色的老款 這是國三的版本 SCR110 我們先去燈光球場 移進廠區的生活區 就是燈光球場 可以下去 這種樣式的燈光球場 我還是在我們老家看見過 這上面是舞台 然後有兩個球場 這是一個上面還有一個 這裡應該還可以放露天電影 你看那裡還有 那種兩個孔 那個孔位 應該是放電影機的吧 我猜 出來到現在還沒摘過頭盔 這個蘇伯特頭盔 長時間佩戴都很舒服 這個蘇伯特C5的接面盔 我是5月份去跑西藏 然後219的時候帶出去的 覺得特別適合磨履吧 的用途非常方便 有好多蚊子 我先噴一下 一把面罩揭開 蚊子就來了 360度防護 來我們看這個車剛剛停下來 看這個溫度 只有一點點熱 不會說燙手 如果跑起來的情況下 熱量會帶走 溫度還更低一些 停下來之後慢慢的 可能溫度還會升高 因為排氣管還是很燙的 它的熱量停下來之後會往上 包括這個邊蓋 沒燒溫度 看見這樣的情景 一下就回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感覺 這個燈光球場的那個燈 和我們以前小時候看的 應該是一樣的吧 我們走到這個台子上面來 這些都保存的比較好 這個台子還挺寬敞的 這上面表演節目 或者是做活動都很不錯 這裡離市區挺近的 離我家就二十來公里 這個地方我也收藏了很久了 但一直沒來 在這裡說話還有回應 在四川這邊 包括成都周邊這種三線建設的工廠還挺多的 到時候我們可以到處轉轉 我覺得還挺有意思的 走 我們再去上面轉轉 旁邊還有個103廠 轉到103廠那邊去 啾啾啾 有兩位小姐姐在這裡拍照 你們是附近來耍的嗎 哦就是吉田改廠哈 以前來過沒的呢 來過了 附近還有個103廠 你們是沒有切過哈 沒有好像在那邊 這裡面你們經常進來嗎 那邊我先汽車過去了 就是看起幼兒中 懷舊 對懷舊 你們比較小體會不到吧 如果是七八十年代的人 就覺得很親切這種感覺 以前的很多工廠啊就是這種感覺嘛 工廠的話它就是個小社會的 就基本上你在餐區生活都不用出去 好了走了 就完蛋說哈 拜拜 這是一條小狗狗 如果是自己的車呢 這裡加個編包 就可以包相機啊這些放進去 拿相機就很方便 現在是沒有儲物空間的 只能放在我包裡 每次停車拿東西就比較的麻煩 把相機搭出來拍一點 他們應該也是來拍照的吧 你們也是來刷的嗎 嗯 裡面進去不到哈 我們沒玩 你們拍到那些地方了嗎 我們才來 可以轉呀 剛才又遇到兩位小舅姐 他們也是來拍照的 上面那個電影院那裡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之後我們往103那邊走 我還挺喜歡這種地方的 騎個摩托車賣油了賺一天 現在我們這外面哈 都是以前工廠的生活區 其實真正的生產區是從那個門進去 這棟樓看起來還比較新啊 還有一些住戶 這就是以前的電影院 這個電影院叫星光會場 這個小屋應該是以前賣票的吧 感覺就像是賣票的 你看還有個小窗口 寫了電影消息 然後還有星光會場 下面是一個樓梯 看能不能進去看一下 現在我看見這裡有個牌子 寫的是這棟樓哈 是成都市歷史建築 走進去看看 這是單號 這邊是叫堂鄉 單號 這邊是樓鄉 單號雙號 樓鄉是指的是樓上嗎 這裡封起來了 看不見 這裡是堂鄉雙號 看有沒有什麼小洞洞 這裡能看見裡面 這上面是一個夾層 相機可以拍一下 裡面光線還不錯 裡面還挺寬敞的你看 走吧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走裡面去轉一圈 來著來著 轉一轉 來看看這個住宅區 這裡寫了27棟 這邊感覺還住了一些人 你看那裡還有衣服 這是三棟 你好 你們還住在這裡嗎 我們是住在這裡 這上面人多嗎 還要人好少 小朋友 沒怎麼有的 因為有小孩沒搬 哦 一人少就搬走了 那這裡晚上害怕嗎 人這麼少 還是有出來家吧 還有十來家主要是集中在這個區域 那邊區域只有六七家 這幾棟都要新一些 對 其他的感覺都比較老了 好走啦 再見小朋友 又一隻狗狗 嗨小狗狗 你咬我幹嘛 你咬我幹嘛 我又沒惹你 我又沒惹你 你咬我幹嘛 兇什麼兇 回去 怕怕我 103厂就在401厂的旁邊 挺近的 直線距離也就1.2公里的樣子 有幾條小路呢 可以從401厂這邊過去 走最近的小路過去不到3公里吧 如果是騎車呢 可以去走走小路 開車的話呢 還是走老極黃路繞一下 也不太遠 也就5公里左右吧 700米厚多短 現在有些 我這個身高還是挺好夾的 輕輕就能夾住 400米厚多短 有個牌子寫了103厂 這裡寫了103厂 這個路也很不錯 這個路也很不錯 廠區門口是個村子 這邊還搞了一些這種介紹 這裡也寫了是成都市歷史建築 我看一下 建於20世紀70年代 這装混結構為國營630廠 成都電視設備廠 另外使用的成都103信箱 俗稱103廠 現保存有廠總物科大樓 教學樓禮堂 宿舍樓還有階梯五處 是20世紀60年代三線建設的建築椅子 這和401厂類似 這邊現在也住了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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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個禮堂吧 現在用住了倉庫 大車過來 這裏上去看看 這裏有個小的燈光球場 這裏也有人在住 173廠這邊現在人還有那麼多 這個小路是甚麼路 穿上看看 騎CL500來 就是說您哪裏有路都可以去看一看 車鬼女沒啥壓力 这里离黄龙溪应该很近的 这里到三点了 小狗狗 还能走 调头回去了 那个厂区还没有逛完 找个地方调头回去 走这条小路也是可以到401厂的 在这里调头 推起来也比较轻松 你看在这个角度还能看见成都南面的高楼 我们刚才山上看见下面还有个建筑 进入内下面是不能去的 这里过不去了吗 可以 车矮就很方便 实在走不了 两只脚可以支撑一下 这是个什么建筑 好了前面调头回去了 这边呢 刚才看见这边有人过来 这边也住有人 鸭子 狗狗 电话来了 谁呀 哇 媳妇 喂 你老人哦 我在这个山上的 这边是哪边 集填这边吧 有个二三十公里 他就回来有五点五的 六点钟倒家吧 差不多吧 你就是七点的意思嘛 六点五的样子 你回来的见牛肉 嗯 哦 对好嘛再见 哎 前面能走下去吗 去看看 他这个产区也是在一座山上 和401一样 产区就围着这座山分布的 哦 从这里又窗出来了 这是刚才走过的路 嗯 达姐 他那个仓区就是这座鹿 就没得了哈 这个大门呢 有时候下去 而且仓区一边是生活区 哦 大家仓区现在是进不去的哈 嗯 才问了一下哈 其实这上面还是生活区 厂区在下面 就刚才出了那个门 然后不让进的地方 这个村子还不错 哎 这里有个介绍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哦 1991年 从这里搬迁到了成都 这里一直到1991年都还在使用 你看 1973年投厂 1971年转型 1968年建厂投厂 三线建设时期是1964年到1980年 走吧 现在五点过四分了 我看这台C5500 我骑了多少公里了 369公里了 简单的聊一下 我骑这台车的感受吧 这几天骑了41500还挺适合我 我觉得是街车和ADV之间吧 坐起来也很直立 舒适度也不错 骑了接近400公里 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的点吧 它的骑行的设定 又和ADV车型一样 前面19寸 后面17寸这样的一个设定 走左边走小路 然后让你走一些有点小飞不转路 或者路面不平整的路 就很舒服 很轻巧 很灵活 这台车吧 这几天就是你愿意去骑它出来玩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愿意骑到处 溜达溜达快到黄龙溪了吧 走走小路走走领导 非常的轻松惬意 然后动力我觉得也非常的OK 想要加速也没问题 整个车就是很轻松灵活 就很随意 你转速拉起来骑也不会觉得很震动 就是你想稍微激烈一点骑行 车也是非常OK的 还有就是它滴流比较好 就是起步的时候特别对于新手来讲 特别友好 我演示给大家看 这里正好可以停车 不用给油 你就直接放离合 你看 车就可以起步了 其实这个外形 刚开始可能觉得一般吧 就是也没有说好看 但是也不觉得无法接受 但是骑了这几百公里之后 我觉得它的外形 对于我来讲已经不是太重要了 这种功能性上面 对于我来讲 是非常符合我的一个骑车的需求 我又想再试续骑一下 然后又想说 它外观上来有一点特点的 我车去收杯咖啡或者是哪转转 外形还是要有这种很有特点的车位 这辆500我觉得骑出去就OK 特别是加上一些外观件改了之后 就更有那种攀爬的风格吧 特别是它的操控我是非常喜欢的 就和ADV车型类似 而且它比ADV车型呢更加的灵活一些 现在我对这台车哈 我还挺有兴趣的 如果要去摩托 我觉得这台车也是OK的 没啥问题 但是呢 如果是那种长距离的旅行哈 那我还是喜欢骑ADV车型 但周边呀 或者是有些地方更大的ADV车型 不是太好去的呀 那这台车我觉得 就它的用武之地了 总的说来我还是挺喜欢的 诶 你看那里有鱼鳞坝 这边有条小路 还有很多人在那里钓鱼玩 去看看 骑3500呢 你就想去走一些这种小路去转转 如果我买这台用途 就是平时市区骑一下 然后来周边短途的这种魔旅呀 或者是露营啊 也是比较适合 露营的话 有的地方可能骑更大一点的车 你还不是很好能够去 但是这台车就轻松嘛 哪儿都能去看看 这边好像没路了 好了 我这几天再多骑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详细的骑行体验 好了 这就是今天Vlog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加关注 谢谢大家 这个楼还挺漂亮的 到家了 现在6点过5分 先前媳妇到家 后来我是给她说6点钟到家 准时到家 cool 来康哥 来庭这里 我 teen这里